一早现身高雄组营吃早餐 韩国瑜对自己新北造势脱稿演出 这么回忆 声称新北市是自己的家乡 发言没有问题 时间回到造势晚会上 康熙皇帝说 说什么话 我要不要叫他 他XX的 带着全场一起大爆出口 喊得慷慨激昂 还有这一句 拼完2020韩国瑜回到高雄 当事长似乎自认公然爆出口 没有问题 而日前日本议员来访 迟到25分钟声称行程满党 又发生日本学者来访 自称早到25分钟 遭日方打脸临时改地点联系不当 我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我等了25分钟 是希望大家笑一下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第一时间澄清 高市府还发声明认错 不过韩国瑜在造势晚会上说法不太一样 迟到了25分钟 迟到了25分钟 好像我在外面贩毒杀人一样 今天我早一点到等 结果日本人以为觉得他们迟到了 他们发表一个脸书 联络的问题 把我讲的整个是完全人格都快抹杀了 没多检讨团队问题 用自己的版本解释迟到 找到问题 只怕诱食言 或者是个人的风格吧 基本上呢 这些比较情绪性的用具 在郭台铭先生的身上 比较不容易出现 用个人风格四个字 郭台铭阵暗奉韩国瑜 发言不当 我真的想讲一句话 他XX的 为了凝聚韩粉支持 什么话都能喊 政治人物适不适合公然爆出口 留给选民评断 三地区的学人 洪欧玉文综合报导